先討論了一隻二、三、四、三 這是在check room的問題 他說他三個六的時候買入 但升的時候就沒有走 現在就打回原型 他又收了息 他長遠都是看好航運需求的 他說好不好趁打回原型加註 還是先不要做任何動作呢 我覺得你有條件加註的話是可以的 但不會在這些水平上 反正你也是回去買入價左右 你有條件收 你比上面買的人收得已經是舒服一點 現在最尷尬 航運股我最擔心的就是 例如二、三、四、三位 四元樓上很多人追上了 心急 我們四元樓上我也有說可以買 但我們採取一個分住吸納的策略 而且是分三、四住 當時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做到的 繼續分住吸納是沒問題的 現在整個中線看法上 航運股仍然是好企 但短線一定比較反覆 你預算了還會有機會虧錢 所以你說二、三、四、三 你三個多 我不管你什麼位置買 你有條件總之不太重 我不管你有條件再去扣貨的話 下一個支持位 你又看大約三個半的這些位 期望它不會穿的 但現在問題的市況就是人心旺旺 那些支持位有時候就不太塞 所以不排除短線會穿一穿 比較重要的可能是一百天 三個三至三個四 其實下分三個三至三個四這些位 都是七月尾出業績那段時間的氣保點 現在說很多股份 它不是只要打回軟 你說二、三、四、三的圖上 真的用玩完來形容 兩個半 兩個半都是穿的 這些就是玩完 所以短線來說 你預算最壞的情況 去到三 我想真的要定止蝕 你沒有可能兩個半只蝕 這些位置 你會很大殺傷 三元 如果真的連三元都穿了 我想有些東西我們錯過了 所以你如果三個六在這些位置 你試試三個三這些位置再扣貨 即是去到一百天線 對 落到一百天線 這些位置才扣貨 相反地如果你落不到下去 相反地再上去 從上到五十天線的時候 可以向上扣 但是暫時短線 我們都看不到這個板塊 會有很大的上升動力在這裡 所以短線來說 這個板塊都是以手的角度為主 有貨的 特別不充注的就繼續持續 但是短線就未必那麼快去加注 就這樣不可行 再扣貨 如果它看過的話 金色 這些光色 風光 風光